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接着学习UCOS操作系统的基础知识 好,今天我们讲解第七讲 好,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一下UCOS中中段的应用 时钟接拍以及UCOS的初始化过程 好,中段这个词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已经不陌生了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中段 在这个UCOS中段的应用中 我们主要讲解这几个知识点 第一个叫做中段延迟,中段响应,中段恢复,以及中段恢复时间 并且我们讲两个函数 一个进入中段的函数和一个退出中段的函数 好,我们首先来解释一下这几个名词 中段延迟,中段响应,中段恢复和中段恢复时间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中段的过程 好,在正常情况下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主程序在运行 也就是我们的任务在运行 好,假设呢,这是我们的主程序 好,我们的主程序呢,在运行到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呢 产生了一个中段请求 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中段请求 产生中段请求以后呢,CPU开始来响应这个中段 它在响应中段之前呢,首先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现场的保护 这个很好理解啊 因为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呢,我们当执行完中段服务函数以后呢 我们还要退回原来的主函数 就是从这个地方呢,开始接着往下执行 那这样的话,我们必须保护这个现场 如果不保护这个现场 我们刚,我们以后从中段服务函数中退出的时候 那你怎么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执行呢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在这呢,我们产生中段请求以后 我们要进行一个现场保护 好,现场保护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保护CPU寄随器 好,保护CPU的一些寄随器 好,现场保护以后呢 接下来CPU呢就转入中段服务函数来执行 好,这个时候呢开始执行中段服务函数 好,执行中段服务函数 中段服务函数呢就叫做ISI 好,执行完ISI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主程序执行 那这个过程呢和这个过程呢 刚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那刚刚我们是现场保护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就是现场恢复 好,现场的恢复 恢复完现场以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情呢就是执行主程序 从这个地方呢开始接着往下执行就行了 好,这是我们整个中段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一个中段延迟 什么叫做中段延迟呢 中段延迟指的是从产生中段开始到执行第一条中段服务函数 这个时间呢叫做中段延迟时间 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我开始产生中段 也就是产生中段请求 到这个时刻我才开始执行中段服务函数 那么这一段时间就被称为一个中段延迟 中段延迟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中段延迟中它干了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CPU的一个现场保护 好,这个叫做中段延迟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段响应 什么叫做中段响应呢 就比如说这某一个事件产生了 比如说某一个事件产生了 产生了以后 那经过多长时间以后 我们才会来响应这个事件 那这个就叫做个中段响应过程 中段响应和中段延迟呢 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我们刚刚说了中段延迟指的是从产生中段请求 到执行第一条中段服务函数 而中段响应呢 指的是产生中段请求 然后呢到对中段这个中段进行处理 这个时间呢叫做中段响应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中段恢复 好,中段恢复呢 就指的是这个中段服务函数执行完毕 以后,然后呢 到我们的主程序执行这一段时间 是一个中段恢复 这是一个中段恢复时间 好,这个呢是一个中段响应 在我们这个不带操作系统的开发过程中 也就是逻辑逻辑开发过程中呢 我们中段延迟和中段响应呢 是一样的 好,这段时间就叫做中段响应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几个单词 这几名词 第一个呢是中段延迟 中段响应 中段恢复和中段恢复时间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跑了操作系统以后 跑了一个OS以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会变成什么呀 首先第一个中段延迟还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这个主程序呢 就相当于我们某一个任务 好,相当于一个任务 这个任务在运行的过程中 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个中段 好,这是一个任务 任务在运行的过程中呢 产生了一个中段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中段 产生一个中段以后呢 接下来还是CPU对现场进行一些保护 也就是CPU现场的保护 好,CPU现场保护以后呢 接下来来进入我们的ISR来执行 好,进入我们的ISR ISR执行完毕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退出 也就是中段回复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对于中段延迟 中段延迟指的还是中段请求以后 然后到第一条中段指令执行的时间 这个是中段延迟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中段响应 好,中段响应指的是中段服务函数 执行以后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中段事情以后 多长时间以后 我们开始来处理这个中段 这个叫做中段响应 那在OS就是跑路操作系统以后 我们在中段服务函数中 首先执行的第一条代码是这个代码 也就是说在这个中段服务函数中 在这个地方 我们首先执行OS下滑写IAT EAT1R 好,这个函数它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是告诉CPU 我进入了中段服务函数 第二个作用是告诉CPU 当前中段迁套的层数是多少 好,比如说 在这个中段执行的过程中 又有一个优先机比它高的中段 把它打断了 那这个时候CPU会跑过去 执行优先机较高的这个中段 好 在优先机较高的这个中段中 我们也来执行了OS,I,A,T,E,A,T,E,R 这样的话呢 CPU会根据这个OS,I,A,T,E,A,T,E,R 执行的次数 来判断出我们当前中段的签套层数 好,这是这个进入中段服务函数 这个函数的一个执行过程 好,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加了操作系统以后呢 我们会多执行这样的一个函数 那这个时候中段延迟 中段响应的时间呢 就变成中段延迟时间 加上一个OS,I,A,T,E,A,T,E,R 这个函数执行的时间 这段时间叫做中段响应 好,那接下来是中段恢复 好,中段恢复呢 和我们这个不带操作系统的呢 也是有点区别的 首先在中段恢复的时候 我们首先执行的第一条指令 是OS,I,A,T,E,X,I,T 好,这个函数也是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是告诉CPU 我现在退出这个中段了 那退出中段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跑去执行这个任务呢 那不一定啊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假设这有一个中段迁套 比如说这个中段打断的是上一个中段 那当这个中段退出以后 他就不能去执行任务 为什么呢 因为有别的中段还被他迁套着的 所以说他要去执行这个中段服务函数 当这个中段执行完了 才能来执行任务 好,那也就是说 我们在中段恢复的时候 要先执行的是这个函数 OS下方线 I,A,T,E,X,I,T 那这个时候 他中段恢复的时间 就变成 OS,I,A,T,E,X,I,T 执行的时间 好,加上中段恢复的时间 好,这是我们整个中段恢复的时间 那在这里有可能就有人来喂了 有可能就有人会喂 那这两个函数执行的时间有多长呢 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呢 实际上他北枝呢 只是有三个代码 第一个代码呢 是关中段 第二个代码呢 让一个全局变量加1 第三个代码呢 开中段 好,那我们在这儿 为什么要关中段和开中段呢 因为让这个变量加1 这个操作呢 是属于一个离界段代码 那我们在以前讲过啊 以前讲过 在对离界段代码操作的时候 必须关中段和开中段 这样保护 好,那实际上在这里呢 我们也就是 有一个中段计数器 比如说叫做 好,我们讲这个的七个名字 叫做ISR COUATR 好,这个全局变量呢 初始化为0 当进入中段一次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在这个函数中 我们把这个变量呢 加1 那它就变成1了 当退出一个中段 我们就把这个中段服务 执行这个中段服务函数 不是,执行这个函数 那在这个函数中 我们让这个变量减1 那我们可以看到 即中段加1 表明我们当前处于一个中段 出中段减1 那就表明当前呢 我们不再处于中段中了 那如果它是一个中段迁套呢 比如说另外一个中段 把这个中段打断了 好,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了 首先这个isrcounter加1 加1以后呢 进入下一个中段 它又执行os 下化线iater这个函数 那在这个函数中 我们再让这个变量加1 好,那这个时候 它就变成2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变量为0 表明没有中段 这个变量为1 表明中段迁套层数是1 这个中段为2 表明中段迁套层数为2 所以说啊 我们这个操作系统呢 就是根据这个全局变量 来判断我们当前是否处于 中段迁套中 如果处于中段迁套中 就优先执行中段 好,那这是中段延迟 中段想象中段恢复时间 这几个讲解啊 好,在一个操作系统中 我们这个中段的时间呢 是不可估量的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的来计算出来 但是呢 我们中段呢 要追取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就是这个中段所占用的时间呢 越短越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想一下 如果中段的时间比较长 那它对我们一个任务的响应呢 就有问题了 因为中段是可以打断任务的 假设这个任务呢 10毫秒执行一次 但是这个中段呢 已经占用了20毫秒 那很显然 这个任务呢 如果被打断以后 它20毫秒呢 就不再被执行了 就失去了 它北施的实时性 所以说 这个中段服务函数过长 会影响我们这个任务的实时性 好 但是中段时间越短越好 并不代表不使用中段是最好的 这一点我们大家要注意 好 那这是我们UCOS中中段的应用 我们所要讲解的这些东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 时钟节拍 时钟节拍 好 那什么叫做时钟节拍呢 好 这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前呢 在讲这个操作系统 它进行一个多任务切换的时候呢 说过这样的一个概念 好 操作系统怎么进行多任务切换呢 首先 它把这个时间呢 进行飞片 就是化飞为一片一片的 好 比如说 这时间呢 都以十毫秒化飞为一个时间片 好 在第一个十毫秒钟 执行一个任务 第二个十毫秒钟 执行另外一个 第三个十毫秒钟 执行另外一个任务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多任务的切换 好 多任务在切换过程中 必须要使用的一个东西 就叫做时钟节拍 时钟节拍呢 实际上是一个定时器 这个定时器呢 它定时的来切换 我们各个任务 好 比如说这个任务执行十毫秒 那操作系统怎么知道 这个任务执行十毫秒的时间 有没有到达 或者说 当这个任务主动放弃CPU的时候 那操作系统怎么知道你主动放弃的CPU 好 所以说在这呢 我们就要用到时钟节拍了 时钟节拍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硬件定时器 就是有硬件为我们提供一个定时器 好 它定时一定的时间 比如说我们定时一毫秒 那也就是说 每隔一毫秒 我来检查一下当前的这些任务状态 比如说 在某一个时钟节拍中 我发现 这个任务呢 它的定时时间到了 它的执行时间到了 那我就让它执行下一个任务 把这个任务呢 执行权给剥夺掉 然后执行下一个任务 或者说 在某一个时钟节拍中呢 而我发现 这个任务呢 它主动放弃了CPU 那这个时候呢 我也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好 这就是我们时钟节拍的一个作用 一个操作系统呢 必须要有时钟节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 还有我们这个对任务状态的一些判断呢 都与这个时钟节拍呢 有关系 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出现了 那我们使用到了时钟节拍 并且我们知道时钟节拍呢 是由硬件定时器来提供的 那这个定时时间多长比较合适呢 我们定时一毫秒好 还是十毫秒好 或者说一百毫秒好 好 一般来说 我们来看一下定时一毫秒和定时一百毫秒 有什么样的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定时一毫秒 定时一毫秒 也就是说每隔一毫秒 我们的CPU呢 会来检查一下各个任务的状态 那CPU在检查这个任务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啊 他在检查任务状态的时候 所执行的代码呢 对于我们任务来说呢 它是一个无用功 因为你检查任务状态的时候 那这样的代码 GAP对于我们任务来说 没有任何作用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你一毫秒中断一次 也就是每秒钟呢 检查一千次 好 而我这个一百毫秒 执行一次 每秒钟呢 只检查十次 那也就是说 你检查一千次和检查十次 显然检查一千次 做的无用功呢 要远远的大于检查十次 好 那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啊 定时时间越短 那CPU做的无用功呢 就越多 但是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个问题 好 假设我还是一毫秒 进行一次 时钟节拍 有定时 定时器定时时间一毫秒 那假设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刻 这个任务呢 放弃了执行权 也就是这个任务呢 说我不需要执行了 那从它放弃 到我们CPU发现的 最大时间间隔呢 是一毫秒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定时器时间 定时的时间呢 是一毫秒 那对于定时一百毫秒呢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任务放弃CPU 使用到操作系统发现呢 它最大时间呢 是一百毫秒 那很显然这个一毫秒 它的实时性呢 要比一百毫秒好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如果定时器定时时间越短 它的实时性越好 但是呢 CPU做的无用功呢 是越多的 好 同样定时时间越长 CPU虽然做的无用功越少 但是它的实时性呢 就越差 那对于一个系统 我们时钟节拍 设置为多少合适呢 一般来说 我们设置的时钟节拍呢 在十到一百核子之间呢 是比较好的 好 当然随着我们CPU时钟的提高 比如说 我们这个CPU的时钟呢 跑的频率比较高 我跑到了一百多兆 比如说跑到一百二十八兆 或者说跑到了四百兆 这样的一个频率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设置到一千赫兹 就是一毫秒 这样的时间 好 一般来说呢 在一毫秒呢 已经是我们的实时性呢 比较好了 如果你设置微秒机的话 那这个时候CPU做的无用功呢 就相当相当多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实时性呢 也不会体现的多好了 好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 我们的时钟周期呢 设置到十到一百核子比较好 当然如果CPU的时钟比较高 我们可以设置到一千赫兹 好 这是这个时钟接拍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概念 UCOS的一个初始化过程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 UCOS这个操作系统的使用过程 UCOS这个操作系统的使用呢 必须严格按照这三步 首先第一步呢 是初始化操作系统 要用OS下滑线IAIT这个函数 第二步呢 是创建任务 第三步呢 才是执行操作系统 当它执行操作系统以后 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控制权呢 交给了操作系统 操作系统呢 会在各个任务之间来会切换 但是前提条件 我们必须创建 至少一个任务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果我们一个任务都不创建 那这个时候操作系统 在执行的时候呢 他就会发现啊 一个任务都没有 那我执行这个操作系统 还有什么意义呢 好 所以说执行操作系统的时候啊 我们必须按照这三步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来说一下操作系统的初始化 操作系统初始化过程中 它主要初始化哪些东西呢 首先我们来想一下啊 操作系统 它最核心的功能 就是任务的管理 也就是多任务的运行 所以说 首先它要初始化多任务 接下来呢 我们在上一讲呢 也讲了啊 操作系统呢 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服务 比如说任务间的同步与通信 那所以说呢 我们还需要初始化 操作系统提供的这些服务 好 规根接底呢 操作系统在初始化的时候呢 就是初始化各种各样的服务 要是初始化UCOS提供的各种服务 好 那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这个UCOS的一个初始化过程 好 今天的课程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